資安不只是跟我們政府有關 跟我們每一個人民的生活也有密切的關聯 從早上起來生活中的一切 包含手機不離身的每個人 我們所使用的電腦產品、網路、甚至是銀行、我們的資產等等 還有出門用的交通工具 每個人的生活都在資安高度風險的環境當中 更需要我們整個資安產業提供更周全的服務 更好的更安全的環境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資安也是這個理由 台灣尤其是地處於國際的地緣政治特別敏感的地方 我們面臨是非常高的風險 整體來講台灣被受到資安相關的攻擊跟侵入的風險 甚至更勝於其他的國家 那我們同時也是全球高科技產業的核心 所以台灣也成為許多駭客攻擊的焦點 那換句話說 只要台灣的資安能夠確保 世界的高科技產業才能夠獲得更多的保障 我們對你的它的包內腳 我們去到台灣的人 我們去到台灣的盒子 然後是我們來到台灣的盒子 我們去到台灣的盒子 其實 現在一方 大家可以你們我進去